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两人在私底下是怎么称呼对方的呢 就有韩媒报道说 两人在私底下都称对方是宋 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懂韩文的可以教教我怎么念 说该语气在韩文当中是有撒娇的意味 也是足以可以看出两人爱情的甜蜜 那么相信各位在之后还会看到更多两人爱情的小故事 那么也是坐等一波波的狗粮来袭 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搞个大新闻娱乐圈还有哪些大事发生 冷冷的狗粮在脸上忽乱的牌 心碎的众人还能怎么办 伤送公不结婚 浪贪女貌资产过瘾 花石登场头条热搜不带虫样的 说好一起白头到牢 你却偷偷跟女神结婚 昨天上午心碎的李光珠发照晒出耸中机 亲手写给自己的定情时照片 心统表示这些都算什么啊 石头上写着中机爱光珠20151014 雕像两年前双送并不相识 陪伴送中机欧巴泰国旅游的是李光珠 帮送中机和乔妹人行排合照的也是李光珠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如姐欧巴牵手乔妹 李光珠out 李光珠也很无奈 周围好友成双成对 李光珠仍是单身狗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 网友也是惊呆了 李光珠是韩国版的狐哥吗 扎起了老胡这也能腾腔 鼻框珠心刚痛的必须是SM和YG了 双送昏讯公布 KBS电视台激动送上结婚礼物 决定马拉松是重播两人结缘之作 让瓜友重温两人的化学反应 狗粮味的吧 昏讯影响力之大 送中机宋慧桥所属娱乐公司 还有即将上映的作品 博得全宇宙眼球 但同时害惨了两大娱乐公司SMYG 5号一天SMYG股价跌幅分别为2.44% 1.43% 创新以周低位 市值单日蒸发量共达于221亿韩元 相当于1.3亿人民币 苦云在厕所的SM和YG 垂死病中静坐骑 胡闻桥妹要隐退 Excuse me 摇钱树不干了 桥妹经纪公司吓得飞起 着急忙慌出面否认 目前孙慧桥正在挑选接下来要出演的作品 婚后也将继续演绎活动 然而有些心灵空虚之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造谣一波更比一波了 假消息可谓是铺天盖地 先是有传闻 宋慧桥和宋忠基秘密同游巴厘岛 为了拍摄婚纱 此消息遭到桥妹经纪公司否认 目前两人婚事还未有任何一定项目 希望外界不要再多加揣测 后有消息称 宋忠基父母的友人掏路 宋忠基父亲个性较为保守 似乎对姐弟恋有些意见 表示宋慧桥比儿子年纪大了很多 但儿子喜欢父母也没办法 听起来一对婚事有些不满 此消息被宋忠基母亲否认 表示力挺儿子 很好很开心 外界传闻版本众多 但事实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宋忠基终将小时候的爱豆迎娶回家 走向人生巅峰 两人爱称也随即曝光 两人私底下称呼对方为宋 该预期在韩文中带有撒娇一味 据身边有人透露 宋忠基宋慧桥偶尔也会称呼对方亲爱的 爱意满满也有分析指出 世纪婚礼的举办日1031 背后隐藏着真爱密码 宋忠基宋慧桥生日相加 去各位数便是1031 双宋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偶像剧 真假难辨的新闻 又让双宋的爱情故事变身传说 这狗粮昨儿才吃完 今天又被填满 没完了是吗 好好你们随意 尽情味 吃不下算结束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体价如抽丝破产如山党 最近谋深陷财务危机的 致命公司天天新闻不断 最近就媒体爆料 马荣居然在公司 持有0.76%的股份 折合370万人民币 现已被法院冻结 为期两年 虽然报道中未证实 此马荣就是宝强前妻 但在去年 该公司曾向记者确认 王宝强作为明星股东 他与16年4月的毕罗融资 如此推断 报道中的马荣 十有八九就是那个马金莲了 哈哈哈哈 好天哪大地呀 这是哪位天使大姐 替我冲的这口气呀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恶有恶望 但优姐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 抛姐的5000万打水票 烧身惹谁了呀 人红不怕黑子喷 范爷在微博发文 一曲壮士高歌 却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亮 昨天下午 范明冰微博喊话黑子 我就站在阳光下等着你 等你从黑暗里走出来 与我对峙 我从不缺少面对黑暗的勇气 从前是 现在是将来一世 咦 又谁招都惹他了 不过瓜友用着疑惑 冰冰的范氏喊话 也不是第一次了 时不时就爱亮亮嗓 什么万简春心习惯就好了 感觉自己正能量爆棚了 对黑子的话 可以出一个经典剧集 不管范爷这次 因为什么事情怒怼 但深正不怕影子歪 更何况 还有大黑牛背后保护你呢 带着你的人 出去 天尾所发育 要辣 没错 然那爆炸的快乐男生 看得重迷地 迷妹老脸一红 在上周播出的节目里 汪光宇深得朱笔石的真传 擅长高端撩美撩汗 嫌疑露腿如家常便饭 立见国王麾下的王南军 和聚来提拟天颜值 可当饭吃 引得迷妹尖叫连连 陈利女神组的黑马 黄荣升 也遇客 摘仙最美和声 秒掉软萌妹子 没商量 最最爆炸的组合 看这里 为迎娶挑尸少女团芳心 朱笔石派出 卫星王子宁杨岳心 集体刷团魂 帅不能呼吸 粉丝吐槽 这阵容不抓紧出道 留着过年吗 怪有留下了老母亲般泪水 多年喜发熬成婆 前段时间 蜡眼睛的海选没白看 15禁14战况 已经如此激烈 接下来的14禁13 还会差吗 意想温和的李健老师 居然也有发飙的时刻 你现在台上要冷 你知道吗 你观众一定是不把你炸的 以颜值取胜的赵英博 最终输在实力 居然舞台走音 危险呢他 唱走音呢 来来来 锁定每周五晚八点 我大有苦联合 赌博大零一七块 的男生告诉你的 女大七十二变 爽妹子清爽颜值 一直就是校园偶像 剧女主不二人选 然而除了私下热爱 放飞自我 近日江湖又流传着 一个不一样的正床 有网友晒出正双照片 只见原本校园路线的她 身穿黑色紧身皮裙 配上中分长发 既有未来感 还很有女人味 纤细却又棱角的身材 配上这身战袍 爽妹子简直秒变 不爽结 幽结疑惑 这难道是要接穿乐剧的架势吗 地球不爆炸 幸福不放假 一转眼 贾乃亮李小鹿 迎来了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尽管昨天的北京大雨清盘 但也无法阻挡 贾乃亮一家欢庆的心 6号贾乃亮微博晒出一组 一家三口庆祝结婚五周年的早片 并表白小鹿 争取八十岁还能跪给你 照片温馨浪漫 而我们的调皮小公主甜心 也是抢尽了爸妈的风陶 不过在优姐看来 最让人感动的不是奢华浪漫 而是贾乃亮雨中抱小鹿的情景 如此温馨的画面 惹得一众明星也纷纷点赞 对此优姐想说 为了等到那个宇宙也能抱起我的白马王子 今天开始 接一日午餐便三餐 比起蹭吃蹭喝 娱乐圈的明星更贴爱蹭热度 就连在综艺界 与歌坛大红大紫的薛之谦也不例外 最近进军影视界的物理薛总 为新戏站台台台上 当薛之谦谈及自己的选戏标准时 他竟直言不讳地回答 是为了tf voice 哪泥 老薛还说 得知这部戏的主演是三小志 他连剧本都没看 就直接同意参演 可 蹭热度是要付出代价的 拉到剧本后发现 剧情略渣 薛之谦最终喊来郭景明帮忙修改 对此郭景明却表示 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剧本 都出自薛之谦之手 而且薛总还以权谋私 偷家与李小璐亲热戏码 不过最终被小璐残忍拒绝了 真是一入编剧深思海 从此节操是路人 我说薛之谦 你小心加奶量去你家找你哟 听说本周六在我答应户上线的火星情报局是乱了套了 刘维耀造反直呼局长大名逼王汉下台 沈梦辰化身薛之谦成了副局长 这些高级特工们不得了了 纷纷要上位呀 小悠处于好心也不得不奉劝下老薛 别管毛回演唱会的事 看着沈梦辰模仿你是越来越到位了 再不回来 副局长的位置可就要被沈梦辰做吻了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想给一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你推伴不得动作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我不要面子打 本想着沈梦辰模仿薛之谦那句神经病啊 放弃女神形象了 但是跟杨迪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杨迪紫黑跟沙翼吴莫愁三个人有个拳 起名叫七加一就是丑 沙翼哥和吴莫愁 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群里面 我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七加一组合 因为七加一个一就丑 哎呀 我们会因为这个事情互相鼓励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电视台 就拍了个宣传片 后来打到电视台投诉 说把孩子吓哭了 吴莫愁说这算什么 你是动态的 我一张照片把地铁上的人都吓哭了呢 就心 大家心态都很好 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 来到火星开会 光是一本正经的聊天 可不是高级特工们的性格 由局长汪汉带头 非文美俄姐开始 致使高级特工们一路飙车 你觉得最舒服吗 哎呦 哎呀 哎呀 这个选一个也你老公 你要选谁 你觉得最舒服 我跟你说 最舒服没试过 不知道谁最舒服 我老婆就怕微波炉 他不知道从网上 看了什么消息 有一天跟我说 老公 人家说微波炉 有这个服饰 那么对男人不好 我家就六年没用微波炉了 结果六年后呢 我家里没有多那个微波炉了 他说老公 还是弄微波炉吧 你太强了 哎呀 哎呀 美俄姐说 又来六年之后 要用小火再熬十分钟 哎呀 还要 还要往里吹口气 哎呦 不软也不易 哎呀 哎呀 看来火星上的段子很带劲啊 正在我大悠酷读播的军师联盟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相信各位在追剧的同时呢 也被于和韦老师所演的曹操给刷屏了吧 今天我们专访到的就是于和韦老师啦 也就是你们的曹操 相信各位也已经满怀期待了吧 但是啊 据于和韦透露说 他当初演曹操这个角色 还是波数的大力支持 那么曹操和司马懿之间 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故事呢 我们就有请于和韦老师一起和大家说一说吧 呃 呃 优酷土豆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于和韦 呃 军师联盟 呃 非常好看 呃 好看好看好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曾经心善国中的刘备 现在大军师司马一之军师联盟中的曹操 就在网民们担忧刘备已经深入人心 如何接受于和韦饰饮演的曹操时 已经在我搭油库上线 于和韦版的曹操好评如常 在两个角色的处理上面完全用了不同的风格 网友们先前的担忧显然多虑了 于和韦之所以能够完美的诠释 一方面是于和韦本身对曹操这个人物就很喜欢 另一方面就是在新三国时 就像高熙熙导演毛遂自见过要饰演曹操这个角色 这次大军师司马一之军师联盟也算是圆了一个曹操梦了 我很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塑造曹操这个人物 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因为我很喜欢 拍新三国的时候就曾经跟高熙熙导演说过 我演曹操 当时是因为建兵已经定了 终于算是这个心愿完成了吧 虽然于和韦很想演曹操 但是当大军师司马一之军师联盟准备拍摄 找到了于和韦时 于和韦另外一部戏正在筹备 差点错失试验曹操的机会 能够最后决定出演 还是播出的功劳 是吴修波一直的坚持说服于和韦 当时军师联盟来找我演曹操的时候 我是在有另外一个戏正在筹备 准备要拍 后来找到我之后 我说这个时间是冲突的 上不了 我觉得要感谢秀波 我觉得他很坚持 当时他就说 那个联系的那个制片人就说 说那个何韦能不能打个电话 或者是我把你和秀波放到一个微信群里面 你们聊一下 我说可以 这样在群里面 然后就聊聊聊聊 就这么聊起来 秀波的坚持 和秀波的那个 他的对艺术的感觉 还有整个剧本的品质 说服了我 他最后决定 我把我那个事往后推了 曹操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很多版本 像张峰 益辰 建斌等都实演过 如今又出现 于和韦版本的曹操 网友们肯定会进行比较 但是于和韦并不担心 反而认为 比较是好事 我不担心 从来都不担心 觉得比较是好事 我觉得只要是客观的 去比较 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棒的事 刘备曹操 你始终厉害的人物 都演变了 接下来还想演什么 网友很是好奇呀 我当然希望 塑造更多的 有个性的 有特质的 能够跟观众 在情感上和心灵上 有所沟通的这种角色 可以考虑饰演孙权哦 那么三国就是你一个人的啦 作为观众的 我们想你保证 绝对不会角色混淆 松哥烈烈烈 吐槽雅梅迪 然后后面一句要接的是 这个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我们的举杯 呵呵呵 已经上线了 一听着明明 肯定是一个 跟喝酒相关的节目呀 但是跟喝酒相关的节目 难道请来的 不应该是 都是一些 特别能喝的人吗 可是 除了胡海拳之外 你看看其他三位啊 首先是 杨迪 然后是 沈南 然后是 赵英字 谁都不太能喝 你看一般这个 谁都不太能喝 如果再喝几杯的话 难道不会说出一些 根本不能播的事 我刚才那广播 不让播的 杨迪的确是 酒品好的 虽然不能喝 但是跟你来真的 我是说 我是东北人的败类 我觉得杨迪就是飞舞 飞舞 沈南是 有些时候是属于那种 高估自己的酒量 话特别多的那种 看起来酒量很大 但其实也是 也是一百万人 败类的人 何老师就是 他很能喝 他不管喝多少的情况 他还处于一种 呵护人 照顾人的这种状态 宇凡是那种 非常真诚 他喜欢唱歌 作为歌手来讲 他是我见过不多的 平常没事 还能够唱歌的 韩红 韩红这种 他就属于吃饭的时候 喜欢唱 那有哪个女艺人 是酒量特别好的 韩红不算女艺人 那有没有谁 是那种 九前九后反差特大的 也有这种 经常会遇到 我觉得这个跟生理有关系 跟生理有关系 示范自己办法 是摔杯子 或者摔自己手机 还好经常摔的是自己手机 有的喝了酒之后 要打架 就是要滋事 第二天可能也不知道 大家就摁着他 有的喝了酒之后 就要开车 你说吓人不吓人 所以你就得把药子 尝起来 不让他开 这当然不能说了 男的 男的 对 这个反正就是 两个饿 是演古装的东西 都演过 你看酒这东西 又好有坏吧 如果是特别不熟的 搁几个几个 搓在一起 也许因为一顿酒 就变成哥们了 那当然了 也有可能 有很多的人 在喝酒之后 会做出一些 非常冲动的事情 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 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 我有过喝完之后 第二天 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情况 就已经有好几次了 或者特别宿醉的 庆祝节目之类的 但是演艺圈当中 比我严重的人多了去了 比如说张新宇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张新宇在酒后 不能说乱姓 但是总之是 乱摸乱抱 被大家拍下来 然后很久都没有洗白 这件事 那另外一个人 你看乐嘉 乐嘉是在喝酒 之后录像 那这个就更严重了 因为在现场 可能完全情绪失控 主持人完全把握不住 你以为 这些人推偏 他会写文章有用吗 当然 最后我们一般都是 这个一般级 比较级 最高级 最高级是谁呢 当然是 毕夫妻毕老爷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你们最近还见过他吗 总之啊 喝酒 跟任何事情一样 有度比什么都尊量 当然了 说到这儿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几个夺酒的办法 其实之前有火星情报局 特别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跟夺酒相关的 比如说第一条 就是你拿一个湿毛巾 然后呢 在喝完酒的时候呢 假装擦嘴的时候 就把酒呜呜呜 都吐到湿毛巾里了 当然了 这个方法仅限于 你喝的是白酒啊 因为如果喝的是红酒的话 那就非常的尴尬了 那另外呢 第二条 这个是薛之谦提论的 薛之谦是一个一杯倒的人 但是薛之谦 多久很有一套 跟人干杯的时候 要先这样说 我敬你 这样大半部分的酒 就已经全都出去了 然后你只需要喝掉 杯底的这一口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实用的吧 就是你在喝任何酒的时候 旁边都放一个饮料 但这个饮料呢 必备的一个道具是吸管 就当你在喝完酒 在喝饮料的时候 可以默默地把嘴里的酒吐进去 总之酒后可以吐真言 但是肯定自个儿要时刻提着一根弦啊 这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那当然了 这个最重要最重要 今天我们的葱哥烈烈烈 要为我们的喝喝喝来做宣传 因为葱哥给吃了一期哦 而且这一期的角色是陪酒小妹 所以为什么要给我动一个称呼 总觉得要救着就给我吃了 而且我去的那期是大张伟 我去的那期绝对值得期待 因为大张伟在现场唱了一件 很多年没有唱歌的劲子 所以大家继续的关注吧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自从我们的主持人招募信息发布以来 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的个人简历 你还想和葱哥做同事吗 那么赶紧抓紧机会 因为我们的名额即将满源 如果你觉得你是主持界的小千花 英文主持666 甜美清和七之家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你了 赶紧把你的个人简历 发到我们的屏幕下方的邮箱里来 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简哥简哥 支付宝用户627说 葱哥掏扫抄小编们你们好 极限挑战第三季即将回归 感觉期待满满 最近跟上司闹得不愉快 跟同事闹矛盾 跟老公闹情绪 觉得自己生活一团糟 很是郁闷 想点一首削之前的 你还要我怎样 愿自己早点脱离不良情绪 感谢身边人的包容和理解 也祝全娱乐越来越好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你要相信好运马上就要来了 也觉得就是 你看极限挑战都要回归了 好运肯定马上就要回来了 对不对 网友安然将说 葱哥掏扫你们好 看全娱乐很久了 最近哥哥回来了 妈妈对我的态度可是180度翻转 什么好的都给我哥 平时我都没有 想点一首XO的偏心 献给自己和妈妈 一听你这个说话的口气 就知道你还是个小孩 你像我们这辈人 哎呀 怎么像是个过来人一样 要知道啊 就是你长大以后 你肯定会懂了 有一个自己的兄弟姐妹是多好 对吧 你有什么难过伤心的事 可以跟兄弟姐妹说啊 对不对 可以有一个排遣的方向嘛 你以后就会懂了啦 觉得我好像已经很老了一样 网友竹亦清风说 葱哥掏扫超级你们好 听到极限挑战熟悉的旋律 呀呀呀呀呀的时候 瞬间燃了 期待六位超级接地气的男主 精彩表现 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唯一 送给我最爱的全娱乐和街球 以上三首歌曲 大家想听哪一首呢 就赶紧来踊跃投票吧 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告白祭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马超 我们下周一早上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不见不散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很轻易 亲爱的别人心 你的眼睛 在说我愿意 亲爱的爱上你 恋爱与情 飘向水的起 一种平的梦境 全都由你 交叛在一起 亲爱的别人心 你的眼睛 在说我愿意 这世界很酷